A是来到了蓝色方,首班首选 他们肯定就是班什么,卡尔玛呀 杰呀 杰斯呀 塞纳这样的英雄 KBG稳定承担这两个班位的同时 因为RA现在办了两个下路的英雄 所以这一把杰斯和杰野都会放出来 是 把杰斯给按了,那就是 叠会出来吧 格温不可能不办 但这两个英雄其实是 更加适配野核的,就塞纳和 卡尔玛 卡萨丁扳了 先封了你一个卡萨丁 嗯 不扳格温 看你用不用 盲僧 这么早办嘛 RA盲僧好像用的也不算毒 但一般他们中路拿 卡萨丁的时候 RA这边可能会拿点节奏英雄 给他搭一下台子 一抢九筒 是不是KBG想出阿卡丽啊 他帮忙生我感觉就是想出阿卡丽的节奏 这个概率是很大 阿卡丽和格温 阿卡丽和格温 RA这边 炸弹的九筒一起收下吗 还是威路斯,威路斯也可以 那再考虑一下 阿卡丽要不要拿 或者是杰 阿卡丽和格温 我感觉 瑞文吗 我感觉瑞文优先级没这么高 我也感觉是 我感觉阿卡丽的优先级会高一点 他们这把布拉杰的 概率 挺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九筒有可能是摇到中路的 嗯 还是拿瑞文 是 嗯 换豪拿得这么早吗 外面有泰坦和加利奥的情况下 拿了 非常早的拿了一个 新手开团的英雄 这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那 KB剧等下要不要现场 因为我感觉他们应该是要把野荷办掉吧 把龙女阿拉夫都办了 是的 因为已经拿了 维鲁斯瑞文九筒这种强度的英雄 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C 所以野荷大概率是要出来的 有没有自己抢 自己抢奥拉夫的说法 因为KBG 其实就是中野偏c的 他们奥拉夫之前也挺c的 是完全可以跟他拿的 我记得大唐 也是我 最早看到 在比赛里面掏出狂土的 可能就是看他的 比较早吧 后面现在 大家都这么出 清刚引上去打 瑞文吗 但我记得RA也有一首什么 也有一首 打野瑞文一样 要出来中单九筒 但我感觉中单九筒 打阿卡利没那么输 也能打 中单九筒打谁都凑合 最后的结果似乎是选择了一个 剑机去打野 瑞文去上 也可能 也可能摇一下 剑机上的 瑞文打野 看他们的选择 莫甘纳加万豪 好抽象啊 莫甘纳加万豪 我也觉得 这combo链 前期还好 前期抢手猎 卢街禁锢还好 但是万豪的大招 叹为关子和莫甘纳的那个 那个禁锢 那个锁链 是有点不太 我感觉打团的两个英雄 作用好小 就特别就装了一点 就感觉是为了 应对 维吾斯和泰坦 我感觉才出了这个莫甘纳 是 莫甘纳就是为了控 防止对面控制他们的 中野核心吧 然后万豪就是为了开团 是的 最后的结果是 瑞文打野 然后见机上的 我打清高命还是 手拿把掐的 瑞文 但最近瑞文打野 出现其实也蛮多 效果的话 不是特别好 实话 不过这一把 中午前期 应该是摸到现权 下路也能摸到 上路也能摸到 哇 这 会不会 就直接泰坦瑞文 往对面野区 直冲了呀 格温 不让你发育啊 他们这个阵容是 可以打穿 KBG的野区的 说实话 对 就泰坦很猛呀 是 泰坦猛 瑞文三级拿红猛 九筒其实三级的时候 核道能力也可以 是远比 远比你这个三级的阿卡利要狠的呀 那我九筒 有控制 有减速 能扛能回血 你阿卡利能干嘛 阿卡利隐身 就差太多了 全军出击 这一把如果 能把KBG的野区给 搞一下的话 KBG这个格温起不来 他们就有戏 但如果正常发育 我说实话 那KBG会很舒服 第一步就来搞了吗 好像是 抢了一颗眼吗 没有 KBG一颗眼都没放 早是用了一下 这个是应该插了个眼 然后换的不是吗 也有可能 白开扫吧 我感觉 我刚看到是 KBG那颗真眼 就是格温似乎是 一颗真眼被粉了 我刚看到那个 消失的是 拿了一颗眼 应该拿眼了 你看他吃 吃一波线就能生啊 双人路 理论上 吃一波线 要等蛮久的 嗯 吃了 整眼的这个钱之后 和经济 是 就下路 双人路对线 两个抢二的点嘛 除了线 一个是多一颗眼 一个是利用 圣盾的那个斩杀的效果 抢二级 二打一 因为 看了传说碑 玩了 很长时间的九筒 感觉很舒服 可以吧 格温还要控上半区 对我往下刷 似乎是想包包了包了 有炮车在 应该要裂开 这不敢越了 那我感觉浪费时间 这瑞文 我也感觉是的 冰线都消失了 上路这边也打起来 格温那边强行 剪掉了这个 打到鞋 展现没了 大家应该 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 应该第二时间应该 很能扛 瑞文怎么扛死了呀 好怪 似乎他也要死 哎呦 莫干纳双杀 甚至感觉有机会双杀 他有红的 有机会 点点点 还没勾到 还好 还好 这有个果子 会不会点掉 点掉 点掉 因为第一时间 我觉得 炮车线进去了 而且莫干纳那个 黑盾是用掉的 你有印象吗 他有印象 我看瑞文回头了 然后炮车兵消失之后 他还应远 用身体扛的 上路也来抓 电机差一点 应该 哎呦 这啊 还好 战术很少 硬打 但自己要扛死了 一换一 还行吧 但是 但是这波线 全波是 能接受 瑞文接了这波线 瑞文下路那波 第一时间应远的话 真的有机会 因为是 一个炮车在扛 而且 莫干纳 的 这个黑盾 是之前交过的 应该是在CD的 黑盾的CD 还是蛮长的 所以我说那波直接越进去 应该有些 就确实 犹犹豫豫 犹豫就会败呗 冲动就会白给 又要来越了 炸出来 没有打断 但青钢引的勾索 万豪还在 带进去要被 抢手链 撤 这不就稳很多 因为前面一波爆炸 直接让 莫干纳 拿两个头 乌乌起飞了 回来了 本身莫干纳的前面 现在打下去的话 把卡丽马上要补出自己的第一件 这个 装装 然后九筒 这兵器上面落后的400 是比较难打的 是的 不过 不过还好吧 九筒第一件因为是补时光 所以他丢点兵 如果能为团队提供一点东西 还是可以接受 但似乎他也没有做到很好的事 本身这个节点 卢西安应该是比 莫干纳强很多很多 但是莫干纳因为两个头的原因 让他的卢灯 做得很早 再加上后面还能补一点 别的装备 就导致 卢西安 不是卢西安 是维鲁斯不舒服了 D波资源团 本来我认为KBG是非常难打的 但现在看起来是有 一战之力吧 还是难打 现在在边线阿卡丽打球团队 会舒服很多了 尤其出了峡谷制造者 你是一个时光 你需要时间叠的 我现在峡谷制造者 摁着你 我们看到RA这个打野的走向 意思就是 先锋我不要了 我看能不能下路搞一下阿卡丽 搞不到 先进去反野吗 应该拿龙了吧 先锋 小龙 替换机也 是的 看一下KBG会把这一条 先锋放哪里 放上吧 养一下青钢影 就青钢影和剑技这样的上单 是需要肥的 青钢影和剑技这样的上单 一旦不肥就裂开 好 剑技裂开 因为青钢影要吃个满渡层的塔了 无放 疑 好吧 这样吗 那养谁啊 养阿卡丽去 他说我们的安然酒色吸 我是觉得青钢影和剑技这英雄 肥才在线上有压制能力 才能更好的帮助团队吧 我好等到了 九筒这位置要被打一套 还好 九筒 法筒 再加上有时光的存在 慢慢回就行了 9RA这一把抢中线速度一般 然后转线也转不出去 就有点被动吧 刚才 先锋是放了上半区是吧 然后 先锋还没放 还没放 对 就他有 现在他不放的话就来不及了 吃不到渡层了 对呀 他为什么之前不早点放 金刚影德了 这个时候来了 来得及吗 40秒 应该有机会 来得及 但是 有可能会在控住呀 怎么说 这边要打断先锋 硬扯 打断了 打断了 来 撑掉了 还好撞出来了 对差一点 差一点伤害 放的好异性啊 对我说 第一波他放就行了呀 第一波那个 瑞文在下半区 打小龙的呀 往上靠一靠 有机会 拿医学塔的呀 玩了一个极限时间 我经常也喜欢玩极限 然后玩裂开冷 就是 撞出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七分钟了 然后吃不到肚神 心里就裂开 感觉少了一个意义呀 不要玩这种东西 就比赛来到了七分钟 由于KBG 双人路 莫甘娜的 站起来让他们 前中期的中线权 是没有消失的那么难受 嗯 还不通牒直接坐 但是开展对方便 大招生效时间有点长啊 是的距离比较远 但是 KBG也知道不能再打下去了 所以拉开了 这上台 应该是要硬磨磨掉了吧 琴杠一踢一脚就没了 呃 哇 莫甘娜还禁锢出来 要杀人呐 要杀人呐 硬爆 怎么说 我只是伏伴手练 阻挡了对面进攻 哇 太肥了 他卢登加面具 直接烫死了 那个残局的剑击 然后看这个兄弟追着打 是的 一换 零换二 还拿了一座塔 莫甘娜但凡没有这么飞也不至于死了这个剑击 直接炸出去 别跟我花里胡哨走了 剑击那一波的上午就是被莫甘娜那面具烫死的嘛 好难受 对 但下个版本面具好像要削 好像是的 好像是的 我看我看了 就只有面具一件装备在改 是吧 削成了0.5是不是 现在是百分 百分之一 好像削成了 他是把 血量还是放 血量也削了一点 血量削了一点 是削了吗 反正我 是加加了那个就是 百分之0.5 狂猪乱打 我好流人 这边 这边也是直接走 先锋没了 因为莫甘娜太肥了 又有面具在就直接牵你的线 杀对面最弱的泰坦 一般来说正常发育 对面这种 这个版本的 硬负啊 就是这种前排是很难被杀掉的 这个剑击这边在干嘛 去找剑击把先锋给浪了 好尴尬 我也感觉有点 而且要被追着打 他炸回来了 啊 啊 啊 两个边他们都在抓梦族 不在梦游 有点尴尬 我说实话 中路放先锋 我都不知道 不是听到以后 各位要往上半去走一下 去清那上路那波线 先锋都要打完了 打到一半浪给对面了 是 这把先锋拿掉不就行了吗 这个先锋掉了 掉了个中一塔 本身巨大优势的KBG 把优势让出去了 如果自己吃了 放对面中的 不爽歪歪 而且这条小龙也必拿嘛 但是KBG现在还是优势吧 只是说前面是巨大优势 现在 优势小了 可以给你拖了呀 中路兵先推出去 先占位置也不着急动龙 是 但有个问题 就 哎 现在这个阵容 后期能力 太弄过了 说实话 踩你 长吃塔 快跑啊 快跑啊 在旁边看着 你要过来就抢手列路拉 然后准备反打 哎 这一波 为什么不接小龙团呢 我是没有理解兄弟 你已经有一条小龙了 这波 小龙团可以接啊 你可以抢中线啊 完全放掉 就拿上塔换 感觉打不过嘛 那打到后期 RA凭什么跟KBG打呀 KBG这边有阿卡丽 有格温 包括有肥的莫甘娜 再加上青钢瘾 你这个谁能 在后 后期 RA这个阵容 谁能 自愣起来呀 瑞文 进击 不太行呀 对 现在还是KBG的优势吧 看一下 对 这中斌线轻换刀转下 能够抓一个呀 这边如果再贪的话 要不抓了 他不敢上去了 再上去要被换血 要被 解的 打到现在 KBG还是有优势吧 只是说 放了一个 完全可以不放的 抽到了 来出点 格温要倒了 这立场开了 有没有 无边盾 救不到 感觉这个也有危险 交闪 大招牵 被击飞 怎么说 一个平黑A死 我以为是拿到你 好 抱得不错 放进来 要秒 又人倒了 红雪打一下 阿卡丽也冲进来 但自己交精神 等死了 没错 不然 KBG掉了一波 天大的节奏 直接吧 巨大的优势 一波波送给对面 说蛇霸 就算送这么大的优势 我还是觉得 KBG这个阵容后期打 但不能这么送了呀 又吃一座他 有 维洛斯迷路了 我听到你逮到了 是 就这种 短腿 就只能和 东路他合为一体 或者说是和辅助一起 对 哇 爆出来 要咬秒这个人 秒掉了 秒掉了 刚刚四旅三流又躲了九筒那个大 九筒那个 九筒如果炸不到格温的话其实没有什么 又禁锢到了 焦精神 就感觉就瑞文剑基比较好打这个格温吧 格温的话 面对九筒一点都不怕 开个十里残留 你直接费两三个技能 是的这个九筒是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踢呢 是 认为这一波 KBG可能会动 没事他可以撤销的 对动大龙 应该撤掉了 嗯 返回去 变成了精神 在钓鱼 知道你没有视野 钓到了 还是总结直接做 瞄你瑞文 瑞文在倒了 那这回是继续钓 也可以动 他现在 脑袋上有视野 好快好快 抓的好快 有木格纳子装备这么快的吗 这太太要自动一下呀 放进去 要留人 红拳能不能打出来 大 不要 我这都好后 队伍直接撤了 没办法 卖了卖了 用万豪的命 换掉一条大龙 还是血赚的 哇他这个神佑灵阵加 虚红拳 真正义上的 又一管血 对 巨后无比 如果队友想打 刷说不定能救一下 但是 想想还是稳了一下 只要拿到资源已经够赚了 这边没有巨蛇之牙 那万豪 很能扛着吧 可能进去打一套 神佑灵阵被 去一空拳 赤轮伤害 出来狂图又回满了 我好打呀 就主要他们后期英雄 龍戰力不如可以比 嘿嘿嘿 被逮到了但是勾手直接走交閃 大拿大拿 那繼續拖 瑞文這邊還有一技能 能眩暈今生 他感覺這波應該能拖久一點 這波應該能上個高 這邊吸引了兩個人注意力 吸引了三個泰坦 抱一下 空拳也不著急交 這波換血下來有點急 啊 啊 他抗塔有點多 還沒折耶 還好隔溫過來了 不然被激進一打了 沒人管 這個瑞文偷了一個火龍 偷掉嗎不知道血量多少 看一眼 偷掉了很久了很久了時間 哎呀哎呀 大招 還留了三段折一隻五 跑路的很稀 可惜不是第三條小龍 只有兩條 兩條也能打吧 KBG給機會了呀 是的 青鋼給機會之後 龍也沒人去看 因為他們的隊友都在上半區吧 不過也行 退了個中高 但是 中高是高地裡面最無所謂的 反正我中路要出去 要把線推進去 中路來超級兵 現在來這麼早 離圓古龍還有三分鐘 我可以多吃很多錢 你的 我的線被你的超級兵吃 我吃超級兵 香 真的 現在其實 RA只落後四千塊 但是手裡有土龍加火龍 戰力是不虛的 就是 就是他這個英雄的後期能力 跟對面是有差距 為什麼 RA沒有磨抗裝 你發現沒有 這個 KBG 三個無敵 陀螺 肥的法師 出不了吧 出了就 打團沒希望啊 可能也是 現機應該想補一個 隱魔刀 都可以補隱魔刀 這種 肥一點的 包括 瑞文 你看這三個法師有多肥 這 葛溫 阿卡莉加莫甘娜 隨便出點 魔抗 性價比很高呀 對 看一下怎麼造吧 是 釣魚 繁衍 暗制巾骨重了 直接葛溫開箭 六龍 充電上 再一個針 刷 大龍吧 太快了 他們這幾人打 一個莫甘娜 一個格溫 卡著你 你過來 就弄你 黑水無限碟 你進來了要倒下 被噴著挺多的 不敢抓到底 怎麼說 先秒一個 有人應該是倒了 被莫甘娜 起身了 對面再叫一個平身 也倒了 我感覺對後面 打好一點一波了呀 怎麼說 阿卡利回了 阿卡利回了 這應該就死了 還想操作 清改這邊再踢死一個 一波了一波 剛剛阿卡利是為什麼會 阿卡利被 打殘了吧 可能是 我還以為阿卡利回了 會出現什麼問題 但是瑞文很早就 哇 閃現黑水直接燙死 零礦武 一波 攻擊 KBG先下一城吧 是的 雖然KBG有一波浪了一條先鋒 第二條先鋒 但是後面還是穩的 主要是RA這個陣容 後期英雄C的能力跟KBG不是一個層面的 你見其瑞文怎麼跟這種阿卡利格溫比呀 而且維魯斯和莫甘娜 維魯斯越到後面越廢 莫甘娜是越到後面越厲害 你看這莫甘娜出了 面具加冰藏之後燙腳的黑水 開水師哥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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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下一把 会做怎样的调整 他们一个 想前中期打开局面的阵容 主要是下路那波月 月月的太伤了 那波太犹豫了 在 在莫根纳摩缅顿 在CD炮车进塔的时候 他们不敢进去就很尴尬 MVP给到了KBG的AD选手 空操刀的莫根纳4-1-10 我记得上一轮他也拿过MVP 塞纳他的 阿达丁